现在应该是下午4点了 下半高峰 这是多伦多北部的Hairway 7 这条路修了好多年了 据说投资也很大 但是呢 好像据大家的反应不太近如人意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这两面呢 比较繁华 我觉得开起车来 能够看到比较多的风景风光 在马上的里面里边 在马上摆住了 在马上摆住了 很久不见 在马上摆住了 不小心 就在马上摆住了 可能是不及的 是不及的 保持住了 这些地方 在马上摆住了 是不及的 这些地方 不会是不及的 这边是 望式的 Heavy 7 再往前面 就是列治文山 轻轻轻轻轻轻轻 开始堵了 这云彩真是漂亮 真是 云彩真是好看 这就是千灰色 你看 美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 开车可以心平气和的一大特点 就是必须要吃饱 不吃饱了司机会闹脾气的 所以把司机吃饱以后 司机会就很愉快的开着他的车了 这也是一个食品店的牌子 但是我从来没在这吃过好像 是吧 它是Burke Family 它应该是汉堡店 但我真是没特意在这吃过 在加拿大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汉堡店 它有自己独创的品牌 除了麦当劳肯德基 它还有自己很多独创的 但是呢 说实在的 华人吃 真是我吃汉堡 我真觉得就一个味儿 真没觉出很多味儿了 只是说它里面的肉不一样 但是可能他们可能 西人可能就会有口味吧 可能也算是南北大菜吧 他们可能风味是不一样 但我真的吃不出什么特殊来 你看这些房子有的已经很老了 它应该是几十年 可能甚至上百年之前 就有人已经建了 或者已经买下来 你看这种房子 但是它后来 Plyway Seven这扩建 它的家这就变得越来越吵闹了 其实这个住在这旁边 我想晚上睡觉的时候 应该是很吵闹的 如果车很多的话 我再会儿也会来越来越多了 我们就这次喝了 我从来的那里 这次喝了 这次喝了 我们就喝了 然后喝了 多喝了 我们就喝了 好喝的 我说 我们就喝了 这有好多房车 这应该是一个房车的售货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